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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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经典夯片《独侠2》 有两个女主角 原来因为当时两岸关系紧张 台湾的政策包括不允许电影 有中国大陆演员参加 片上一直想出变通方法 就是一片拍两个版本 只是拍摄角度和表现方式 有些落差 比如拱立出场时牵的是马 而方济为出场时牵的是脚踏车 我只是想问一下 要怎么样才走到大马路叫机车 小姐 小姐 这种拍片方式可说前所未有 等于是同样的场景 功力和方济为同时都要在拍片现场 先后各演一次 大陆演员版可卖出香港大陆及海外市场 没有大陆演员的版本只在台湾上映 也有明明是同一部片 但不同国家隐蔽却能看到更多片段 1992年的贺岁片加油喜事 就因为想购买版纯的韩国片商 提出条件必须有张国荣的抢展戏 导演的话不说在结局增加戏份 满足不同市场需求 无论是重拍翻拍还是拍两版加戏 往往都应应市场考量 让粉丝追星之余也有不一样的观影感受 咱们的新闻全片报道